このチャンネルで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て癒された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らご連絡ください また先生の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たい方は遠慮なくご相談とご連絡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1月17日 宣上了初收感恩主日礼拜 2019年時常愛我们 与我们同在的父神献上了感恩的心香 今年秋收感恩节献上檀上用日月星形状精心装饰 摆设了古物 水果 蔬菜等239種農産品 当天 联合圣洁神学院校长 政权牧师 以感恩好比热用的饮食为提升道 主父圣徒们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感恩 晚礼拜 由原文会会长周炫全牧师主持 举行了圣餐礼 借此机会 我们将父神和主向我们的爱银刻于心 一致祝福和变化 遇见神的人们 万民的见证 靠着父神的大爱 靠着父神的真道 靠着父神的全能满结变化受果的地方 十一月八号到十三号 李美英牧师作为讲师 出差到印度德里宣教 我们一起到纳蒙恩的现场吧 靠着父神的大爱 堕落于印度北部的印度商业工业政治的中心 德里 但目前德里堪称毒气势 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 直到宣教团队来的前一天下了一场雨 灰色的天空变成了蓝色 让我们体验到了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父神的大爱 印度德里万民教会将圣洁之道翻译成印第语 进行配音 通过YouTube之线电视印第语频道播出 向无数的灵魂传扬福音结出受果 十一月九号举行了知心电视印第语频道观众演习会 看到圣徒们火热的赞美神 为研习会所准备 再一次感受到虽然我们肤色 语言和文化都不一样 但我们在外面里都是一体 林明牧师以在光明中行使所蒙的祝福为题正道 分享了从神蒙受祝福的秘诀 来自印度各地的知心电视印第语频道观众 十分渴慕这场研习会 有的人甚至经过三十六小时路程赶到了现场 马来西亚宾城万民荣雅教会担任牧师 持正须牧师和圣徒们也前来赴会 看得出海外圣徒们信仰火热 可慕靠着生命之道得到更新变化 祖回该祷告后举行了一场全能手帕祷告会 讲师林明牧师竭尽全力地为每一个灵魂祷告 结果圣徒们行走障碍 偏瘫 胸痛等 起病得到医治的见证接连不断 您之前哪里不舒服 我有心脏病 您病了多久 差不多有七八年 您做一下深呼吸 有痛症吗 现在没有了 他说现在没有痛症 哈利路亚 您接受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腿上的痛症消失了 您煮了几年拐杖 十四个月 现在不用拐杖 自己可以走吗 可以 来 您走一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腿痛 腰痛 胳痛 胸痛 胸痛 头痛得医治 您之前哪里不舒服 我的耳朵疼了一个月 今天也疼了吗 是的 来教会之前 耳朵一直疼 现在怎么样 不疼了 哈利路亚 咱荣耀贵于父神 普拉提马圣徒为了他住在距离德里 大约需要十二个小时车程的 坎普尔地区的亲戚 君勋姊妹 在照片上接受了祷告 君勋姊妹有先天性行走障碍 但在接受超越时空的祷告后 可以走路荣耀了父神 雷卡圣徒之前受邪灵搅扰 特别痛苦 他传来幸福的见证说 接受祷告后得到了释放内心平安 我以前和丈夫吵架 打骂孩子们 嫉妒心很强 脾气也暴躁 雷美音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之后身体特别轻松 犹如神把我拥入怀抱 我感觉到自己得到了更新变化 现在我身心健康不再做噩梦了 我靠着主任牧师的爱和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雷美音牧师给我们传了生命之道 我们非常幸福 他告诉我们如何才能住在光明中 我们怎样才能离弃罪 通过听到光临到了我们身上 结果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很多人病得医治 做了见证 我们非常幸福 这次还安排了雷美音牧师和圣徒们的见面会 圣徒们向牧师咨询了在信仰生活中 产生的疑问和遇到的问题 雷美音牧师一一为他们解答 圣徒们纷纷地说 心里得到了安慰和平安 我和雷美音牧师见面之后 领悟到我心里仍有世俗的东西需要离弃 并且有了对新耶路撒冷的盼望 我作为青年宣教会会长 决定以后要学习雷美音牧师 以爱心照顾会员们 感谢雷美音牧师让我感受到了 父神的红恩大爱 感谢您 我爱您 11月10号 献上了印度德里万民教会 创立七周年纪念礼拜 这是个幸福的日子 父神赐予恩典 让圣徒们的心更加充满 首先由印度德里万民教会 南西姊妹和洛伦姊妹献上特送 将荣耀归于父神 随后 黎美音牧师为迎接创立七周年的 德里万民圣界教会圣徒们 以信心为帝证了道 大家相信圣经上记载的神的做工 都是事实吗 我们只要全然相信神的做工 圣经上的做工 在我们的生活中必显现信神的证据 属灵的信心第一是尽管不合个人逻辑 只要是神的道就坚信不移的信心 第二是不变的信心 第三是遵行神道的信心 当我们相信并顺从神道时才会领受属灵的信心 摆脱一切咒诅蒙受祝福 当天礼拜以多种语言进行首语翻译 并且在线直播与海外龙阳圣徒们一同分享了恩典 二部庆祝活动 由马来西亚龙阳圣徒们组成的赞美队 用首语赞美献上了感动 由印度德里万民教会儿童们组成的能力舞蹈队 表演舞蹈 给圣徒们带来了欢乐 为了感谢 直到迎来创立七周年一直同在的父神进行了切蛋糕仪式 接着赞美献上了感谢牌 印度之间电视印第语频道观众们同心合意 向用圣集之道引导的主任牧师赠送了感谢牌 同时也向传讲生命之道的讲师黎明牧师和致力于荣雅宣教事工的持证军牧师赠送了感谢牌 我在马来西亚同参了本次活动 印度德里万民教会创立七周年纪念礼拜非常充满幸福 在印度等世界各地有很多荣雅圣徒在听万民的圣集之道 非常感谢 迎接德里万民教会创立七周年 很多人在这里目睹了通过黎明牧师的祷告所彰显的奇妙做工 并且很多GCN电视印第语频道观众也在这里体验了恩典 感谢黎明牧师 期待牧师明年再次光临 我们体验到了脑瘫不能走路的孩子可以走路 艾滋病群消失等同在耶稣时代彰显过的全能 感受到了昨日今日一直与万民同在的主的爱 从而得知靠着世界不配有的信心 用父神的爱与全能覆盖全世界的那一日即将到来 感谢为德里万民教会创立七周年纪念礼拜和 这些电视印第语频道观众研习会做祷告的亲爱的院长和圣徒们 也感谢亲自来到印度正道传扬宝贵话语的李美英牧师 在全世界各地正在靠着生命之道和全能结出变化的果子 直到进入西伊路撒冷的那一日 全世界万民将马不停蹄地火热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